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看看 吳敦利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入者虛向阿嬌請款 今天有最新的消息已經訪問到業者 業者是一家噴墨的 就是在做工夫的公司的總經理姓徐 跟我同時姓徐 他出來講 蔡令儀指示去找阿嬌請款 我先跟大家報告 有這麼一個新聞出來 好 這是三立的獨家報導 去訪問了前高雄市議員陳漢生 這是郭民東一位 他議員做很久 做五次 這次四年上他做二十年的議員 都是郭民東一位 前高雄市議員陳漢生表示 吳敦利選舉時只要跟錢有關 就是找阿嬌 並且不時進出市長官邸 他說 阿嬌是一個很重要管帳的身份 像選舉的時候 要請款的這一類的事情 能管錢管帳 管得仔細的就是很重要的人 說他是帳房 他認為名符其實 綠營人士也爆料 企業界的張傑 有一個張傑 專門協助 募招募政治獻金 募集政治獻金 就是為吳敦利來招募 也是經過阿嬌之手 高雄地方政商界 不管是吳敦利 前莊角還是企業界 口徑一致的說阿嬌是吳敦利的帳房 可是吳敦利不承認喔 到現在還沒信任 好 我們要來看一下 特政組轉角 特政組說 林律師拘押期限將在九月初期滿 外界關心臨案偵辦時程 特政組發言人陳隆達指出 承辦檢察官有偵查步驟 無法預告核實會結案 但一定會密集查證 不會拖時間 另外陳隆達也針對部分媒體指 特政組不查辦副總統吳敦利 及其小儀式阿嬌等案情太過消極 提出說明 他說吳副總統及阿嬌部分都沒有分案 我再唸一遍 吳副總統及阿嬌部分 都沒有分案 都沒有分案 沒有分案 你是要叫分案怎麼查 不過分案是你們的解釋嗎 你如果分案就可以查 你不分就不用查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這特政組這一部分沒有講清楚 這樣做法律人的立場 你只要分案不就可以查嗎 你不分案也可以查 誰說沒分案不能查的 所以這怪怪 我覺得很奇怪 檢察官只有犯罪事實 即應發動偵查 刑事訴訟法裡面規定了 裡面有規定說要分案 才能發動偵查嗎 有嗎 警察在查 調查局在查的時候 有先犯罪才能查嗎 好像也沒有吧 所以奇怪 我讀去那本 我傳出怎麼跟你們不一樣 我都覺得怪怪 跟老師改 有時候改出來不一樣 來 檢察官該查 檢察官該查的都會查 外界意見都會聽取 且作為參考 希望外界勿下指導旗 以及以言論打擊辦案士氣 請給檢察官獨立辦案空間 我們沒有人會去下指導旗 他說指的是誰不知道 但是我也覺得怪怪 這一部分 當然 這個 我還是把 特徵組的整個聲明 念裡面給大家聽 為替 有為替 他在社會公寧 來 我要跟大家說 小段你來看這到底是怎樣 我感覺 剛才 其實我跟高雄兄在五階的特徵組 這樣喔 我為這個新聞稿 我覺得裡面有一個透露一個訊息 他特別寫這句說 五燈儀跟他的小姨子 沒有分案 是 所以我們沒有要查 不然是我們 人好一個人看到這個 新聞稿的歡迎都會跟你一樣 我這樣為什麼沒有困難 困難就不可以查 不是你們可以困難嗎 其實這個話是要跟大家說 我就沒困難 沒困難 所以你要去幫我罵 罵不是罵我罵 罵我的老闆聽 是我的老闆不可以給我查 喔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他這個新聞稿的 不用這句 他其實不用這一句 他跟大家講說 我該查的都會查 這樣在瞭解中 我一句就帶過去 他為什麼特別加這一句 他外界來打他 對不對 我沒有相信說 特徵組這麼寒慢 我相信說 他也很想要查 是 但是呢 可能臉上 沒有跟他們 暗時 或是沒有跟他們說 自己查 你就要去查 或是說臉上 是你跟他說 查到這裡就好了 不能再查 小總我查幾句話 人家檢查總長 從最高檢的辦公室 搬到特徵組去 住了三個禮拜 人家說不要查 人家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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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一些主力 這是我的判斷 可能我比較善意 我們回來看 這個五吶儀 這樣事情 其實五吶儀的事情 你從頭到尾 你會發覺說 其實 現在發展到很近 他到底五吶儀 有什麼政策 有什麼事實 其實沒有 一開始他說 人家說 人家說 我們有職有量 我們做朋友 沒有去打扣 這樣不對 他怕的是 五吶儀的 阿竹 五吶儀的朋友 說這話就沒有 人家說 人家說 朋友說這話 沒有問題 但是他是 副總統 人家說 是行政院秘書長 他是國家的副元首 結果他出面 說話 就說 我們做朋友 我們不敢 他要 要收幾個 結果他去做這些事情 他跟政府 一點點關係就沒有 又有人說 他切得太乾淨了 所以請我們批評 但是如果你看 五吶儀和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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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吶儀和他的關係就是 很簡單 他的腳踏 雙幾巴克的贊助 說起來也沒什麼 做理會 做應定員要證分 這麼多人 我們如果是 在府政府 很多人會做什麼事情 其實 這些事情 他跟五吶儀的關係 他沒有在五吶儀 這很正常 他不用切得那麼乾淨 不算他跟五吶儀 跟五吶儀 或是五吶儀 或是五吶儀 這個青青 跟什麼人的關係 他完全沒有了解 一直要切 一直要切 切到最後 大家都說 奇怪 你跟他說的都不一樣 其實 阿嬌這個事情 說起來很順暢 要選舉的人 叫自己家裡的人 來觀笑 做小鬼子 這怎麼可以 這也沒什麼 叫母 叫魚子 叫自己的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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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孝酸 他們都是這樣 為什麼 這是你最能夠信任的人 這個事情 你公開對外來講 大家都會覺得 阿嬌就沒散 所以 有這個青雄出面 說他把阿嬌出面 要申請青款 要向阿嬌青款 如果阿嬌 是關選舉的小 你向他青款 這很正常 這怎麼可以 但是問題是 因為五吶 他想要切乾淨 我就說 他好像剝洋蔥 洋蔥剝掉一層 看起來 柔柔 怎麼靠靠靠 再一層再下去 再靠靠靠 再一層再下去 所以他想要保持 他會怎麼像這個 讓他做不沾鍋 但是問題是 他不是 沒辦法油糙的人 所以他會 把他抓到一層再一層 越來越燥 所以五吶 他最大的問題是 出題後 他讓社會覺得 你裡面一定怪怪 他一定有鬼 因為 你面對一個正常的 一個可以公開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敢公開講 所以你要一直 一直密密密在後面 結果一直把他抓出來 所以 所以特政主 為了要面對社會的疑問 其實應該要去查副總統 應該要去查副總統跟他的一樣 你站在幫忙副總統的角度 你也應該認真去查 你相信副總統是沒問題 你電腦應該分難去查 是 但是人家就說沒有分難 所以換句話講 就沒有再查也不查 沒有 你這樣 讓他有夠大 他就不天不查 這樣算壓力 這樣特政主不知道聽到 來… 小段 小段要跟你做兵 要跟你做兵 做兵 在我那個… 在我那個輔導長 輔導長都很像 小段 小段 總是往壞處想 我總是 總是往壞處想 我人家是 副總統組 我們還是要… 我還是覺得 蔡總統組已經有盡到很多力量 我們要當他的後盾 這很像什麼呢 黃仲球不是講嗎 他說我們這個子公司 和這個日本的股東有意見 我們還要到去日本找他們一下 這代表什麼 你都… 經濟部次長派去當台電董事長 結果 我們的政府的上旗 經濟部長也好 不怪誰 沒有人支援他 所以他只好向大會… 社會大眾說你看 這個日本股東還在那邊叫 訴諸媒體了對不對 對啊 訴諸股東 所以我們… 我們要好好來支援這些特政組 其實我到現在為止 我是覺得 吳隊到現在還沒有犯罪 小隊也講得很清楚 沒有證據證明 沒有證明他現在有罪嗎 還沒有直接證明 不過他犯了兩個大錯誤 第一個叫大嘴巴 因為過去不是要 弄一個大嘴巴條款嗎 關宗那時候要死誰 就是指他嘛 人家口才變極 你幹嘛大嘴巴 清白不是靠變財 剛才不是想說 你一下子都背錢 我也在聽他 他的問題是讓人家 感覺他心虛 心虛 你又往外出想 你是輔導長出身的 第二個 條件考案太高了 我知道怎麼樣 我死恩賜 這個位有時候 不要說太近 你太太還沒出來講 他太太出來講 不是被說十六歲 我聽說今天有人講說 情款 是蔡念怡處是要找阿嬌 我說實話 我們都選過去 這邊我看 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有人這麼講 反正又是阿嬌 阿嬌 阿嬌阿嬌 阿嬌阿嬌 沒有啦 有阿嬌阿嬌 沒有阿嬌阿嬌 沒有阿嬌 沒有阿嬌阿嬌 沒有阿嬌阿嬌阿嬌 沒有阿嬌阿嬌阿嬌 所以還有很多人 在管理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去否認說 這個人那個人 我說難聽一點 甚至於說無門中的一千萬 拿給他當選總統 他都沒罪 為什麼 他怎麼知道他一千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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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他還是沒有罪 是不是 但是我在講 像國中大哥應該有講到這一點 副總統是屬於國安層級的 對 有兩件事情 是不是總統要做 第一個 總統你是不是要問問他說 報告 不是報告 副總統 你到底是 還有什麼東西 沒有講清楚 還是我們要怎麼樣幫你來圓謊 私底下講人可以嗎 第二個 總統怎麼會去問副總統 我怎麼幫你圓謊 沒辦法 你說出來了對不對 今天不回應 第二個 利用裡面的系統 我想國中大哥很清楚 裡面有很多系統可以去了解說 可能吳敦毅自己沒有講出來的 外面都有人在聽了 你意思說把他政治增防就對了 那也不要政治增防 不是政治增防 叫輔導長來講 這樣嗎 輔導要來講的政治增防 這個國安系統 不一定是所謂以前的那種白色恐怖 不是 而是你有很多的情報系統知道說 什麼地方你也犯了錯 叫做社情調查 不是那個顏色的社 是社會的社 社會語情的調查 然後把它弄清楚 弄清楚以後 這才能解決 萬一真的不小心說錯話 而讓自己要下台怎麼辦 所以我說 今天徐耀昌講的一件事也很重要 叫做記者會 一次講完嘛 一次講完 然後講完之後就不要再講了 還是 至於說取律師 我建議現在還不到 請律師的時候 對不對 你如果特徵組 來用那個曾治安來的時候 我就請律師 沒有人說我要請什麼律師 他就講心虛 他自然就可以請了 他自然就可以請了 他自然可以請了 其實是有對自己自己無謂 他其實如果一開始把話講清楚 都不會有這些問題 像擠牙膏被葬擠來擠去 其實特徵組 今天發這個小明哥 有丹麥此地有他們三百兩 但是 有人會去懷疑說 我會讓他們有一個辦人的空間 辦人的空間 大家都也讓他們 是啊 百分之百給他們 對啊 都是期待啊 希望他們繼續調查 他何必說 我們會密集查證 不會拖時間 這樣是不是代表 你真的讓我多久 感到你有在拖時間 不然你想要再發這個小明哥 你看喔 他特別當時 這個胡宗信裡面 特徵組門門的時候 他特別用簡訊 我就有記者說 這個吳敦義的部分 沒有再進一步的資料 所以沒有分案的必要 那是第一道 現在還有這道 我又發聲明哥說 吳敦義這個案子 這個阿嬌這個案子 沒有分案 你的意思是說 吳敦義就不分案了 就不分案了 他就跟你們說你放心 所以說 胡宗信你放心 我們就不會把你分案了 上面就有交代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怎麼做 所以他沒辦法直接說 他就用這個孫子的方向 你解讀跟小隊說 有差距嗎 對啊 這個方向孫子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小隊是說 這是要叫他分案 人家扣你不是要 你分案 你現在說他沒有分案 對嘛 所以說 對嘛 對 所以說 其實說 你看一個小明哥 有骨頭的改毒 想要發這個小明哥 讓人有這麼認真的改毒 所以其實說 今天我們看 今天我們看到 阿嬌所說的 為什麼從1994年到1998年 還有2001年跟2004年 現在現在沒有 又到2008 你從關小到沒有關小 還有那些什麼 重要到不重要 其實你說 叫自己的人 那都不重要 重要是 到底阿嬌跟吳門宗 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這個角色比較重要 尤其 那當時沒有分案 是那當時 我們還不知道 吳門宗 基本上有收一千萬 但是六月三十 那天聽陳其翔的書說 那當時他們有跟特徵主說 吳門宗 教到這個郭仁才 都有各收一千萬 就是三十萬的美金 那當時六月三十 就跟這個特徵主說 你都沒有分案 結果說了 你看都沒有噴嚎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當時候在外界開始在追說 吳門宗 到底有什麼 比較稀奇古怪的 為什麼可以間接間接 可以收三十萬 敢接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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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收三十萬的美金 還有這麼好賺的東西 是他背後還有什麼隱瞞 所以你說這個部分 那當然不知道這個原因 雖然沒有分案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不分案 這個特徵主 你必須向台灣人民交代清楚的 是啊 我覺得陳委員剛才講得很好 那時候不分案 是因為有傳胡宗信 這次你傳了誰說不分案 他今天有傳一個證人 他不會說身分 我的意思是說 趙天林是有公開指控 說這個帳房 除了當帳房之外 幾次選舉都有介入 甚至跟吳門宗之間 吳門宗那時候錢 是不是有捐給他 我覺得特徵主 你把趙委員叫去問問看 問完以後再說 又是一個長期蛋糕 對不對 不分案 我就說這樣還比較合理 吳宗信那時候拚命傳 立刻傳去 我們還在談的時候 立刻傳去 特徵主現在有傳誰 去談阿嬌 阿嬌有傳嗎 阿嬌說昨天坐高鐵 北上到電視台去哭訴了 那你還不叫他到特徵主 來好好講清楚 許醫師 我都不信了 你以為阿嬌講的是全部的故事嗎 阿嬌一定有所隱瞞 對啊 我在這個新聞評論我有說過 對啊 我認為他有隱瞞 對 吳敦義講的 吳敦義講的前前後後都不一樣 那你認為阿嬌講的是真的嗎 對不對 我覺得吳副總統你要出來講 你現在所有錢 全部都沒有阿嬌在管 你敢不敢講這種話 以前他扮演的角色 除了是帳房而已嗎 他有沒有幫你去 有人走 這是現金 要不要經過他的手 我覺得這些事情 都是吳敦義開記者要講 可是我還是要講 特徵主你要注意 大家都講過了 昨天那個中研院的法律學者也講了 重點不是你覺得你公不公平 重點是你辦案 台灣老百姓覺得你公不公正 對 問題在這裡 我要一段黏一下 我們再給大家了解 來 特徵主偵辦林立寺案 週休假日積極整合辦案 於三週的相關卷宗及查扣的證物後 今天傳訊一名男子作證 清查林立寺所謂細節及資金流向 注意喔 這是清查林立寺的所謂細節跟資金流向 那換句話講 這部分有沒有牽涉到副總統 我們不知道 訊號請回 至於這名證人的身份 特徵主不願意說明 所以說他今天實在是有團一個人 來看開始 他好像連結 連結無門中或的連結 這個吳敦義好像還沒有連結性 這我們就不知道 這部分當然他沒說 但是民主來了解一下 他們的證辦的進度 來 讓我們休假後來繼續 我們繼續